美国国土安全调查署的紧急通报 由五箱进往台湾的包裹里面有枪支零件 将可以组装成16把制式手枪 那么刑事局在监控包裹也查获了幕后走私案的主嫌 这一批火力强大的枪械到底买主是谁呢 李克莲先给记者赵一杰 好主播带来关心台美的刑事局警方 是跟美国的警方他们联手破获了 有主嫌他是从美国购买16把制式的枪支来走私 那么你看到旁边呢 这些就是嫌犯他们主要购买的枪支 而且每一把枪支呢 都是300元的美金到600元美金 如果要翻到市价去卖的话呢 他可能会获利上千万 但是大家最好奇的是 他到底怎么把枪支运来台湾的呢 那本案的犯嫌 首先他会将这些枪支 把它大部分解 有就是拆成滑套 枪管 附近黄以及下枪身 还有弹夹的部分 那再将他们把这些零件分别夹藏在 五箱的工具箱里面 那因为这些工具箱里面有这些五金的工具嘛 所以在经过X光的时候 就不容易辨别出是什么样的物品这样子 那再借由空虞的方式把这些夹藏枪支的包裹寄至台湾 好你看到呢 现在嫌犯现在警方还没有要追的就是 他到底为什么要进那么多把枪 他是要卖给了帮派吗 或是有更大的供应链 而且呢 现在嫌犯他现在的获利呢 警方怀疑他可能不止运僵一次 而现在检警也要继续向上溯源 要去查说到底背后是谁来订购这些枪 以上讲的最新 再把镜头交还捧内